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纬度的阿拉斯加是美国面积最大的州 也是美国最早进入感受到秋毅的地方 这里不仅有美国最美的戴拉尼国家公园 还有有着世界极光之都之称的费尔班克斯 是许多旅游玩家与摄影师的朝圣之地 秋天可以说是阿拉斯加一点当中最别具风情的季节 9月的时节这个国家公园门口的杨树林都会转成金色 与远处的雪山是相得益彰 可以让你欣赏到美国北部独特的绚丽金丘 到这里赏秋的最佳时节在9月的第二周或者是第三周 从8月底9月初阿拉斯加就开始进入极光季 并且还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 可以让你一次领略秋景 冰川 极光 灰熊和麋鹿等等多重风光 还可以在德纳里国家公园深处的湖边露营两天 饱览秋色 密西根上半岛北密归来不看秋 那么北密西根壮观的枫叶长河 被称为全美最佳的赏风圣地 如果你想寻找秋天里的童话就去北密 那里有北美最绚丽的秋色 红黄相见 层灵尽染 随便抓拍一张都美得如梦如幻 周边还有大名鼎鼎的野珠山采颜国家公园 US41都是值得一览的 其中最佳的观赏时间是在9月中旬到10月中旬 密西根州分为上下两个半岛 其中上半岛位于美国大陆的最北部 被五大湖中的苏碧利尔湖和密西根湖所环绕 没有大都市的这个喧嚣繁华 唯美的自然景致呢 特别是层灵尽染的秋色 让这里有着上帝的相间的美誉 精密的金色领海配上秋季微凉的气候呢 能让积攒了一个夏季的燥热 一扫而空 据说每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都想在阿斯本拥有一栋房子 阿斯本是美国科罗拉道州 皮特金县下属的一座城市 那么紧邻洛基山脉 是世界排名数一数二的滑雪胜地 但很多人忽略了它 其实也是美西秋景最漂亮的地方 如果要去阿斯本滑雪呢 费用可能高得吓人 但是呢 要说来这里赏秋 两三百美元就能租下一栋小别墅 可谓是美景经济两相宜 这里有与城市同名的白羊林海 秋季时节呢 满眼金黄的白羊林是科州最绚烂的颜色 那么当地的Muron Bells也是北美风光摄影中上镜率极高的山峰 是喜欢摄影的小伙伴们绝不能错过的绝美之地 这里的最佳观赏时间就在9月的最后两周 以及10月的第一周 9月底起呢 是阿底伦达克山脉观赏秋叶的超佳时节 而往南的卡斯奇山的这个赏秋时节呢 则是在10月初到10月中 这里有著名的五周观景台 让你同时欣赏到纽约州 弗蒙特州 新安石布尔州 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的秋景 喜欢户外运动的小伙伴 可以去攀登Mount Utstay Yata 那么置身其中呢 有360度感受秋叶的景致 而耗尽的小伙伴们呢 也可以在Hunter Mountain乘坐升降椅缆车 沿途慢慢的欣赏 大提顿国家公园 是进入黄石国家公园南门的必经之路 以雪山湖泊和冰川为主要的景致 其细致内隐的气质 与壮阔霸气的黄石公园是截然不同的 高耸入云的连绵巍峨的雪山 广阔的草原 纯净的湖水 以及丰富野生的动物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大提顿公园内拥有多座中年积雪的山峰 那么山群众以三个花岗沿尖山最为突出 分别是大提顿 东提顿和南提顿山 到处都能够欣赏到冰川 峡谷 溪水 湖泊 瀑布 秋天找一个休闲的周末 在这里泛舟湖上 应该是再惬意不过 而且呢 这里也是世界著名的野生生态系统 全球最大的迷路群的出没地 还有每周的野牛 羚羊 雕 河里等多种哺乳动物 以及是200多种的野生鸟类 尤其适合喜欢亲近自然和野生动物的小伙伴 这里的最佳观赏世界 在9月中旬到10月中旬 每年9月中旬到10月中旬左右呢 Bar Harbor就成了热爱赏秋景的旅客的最佳旅游地点 那么吹着咸咸的海风 漫步在市中心 品尝着缅银州盛产的蓝莓派与海鲜 还可以去紧邻的阿凯迪亚公园来践行划船和赏鸟 埃达河州中部的Sortus国家森林的秋色呢 可以与东北部的秋色媲美 那么Sortus Scenic Byway景观大道 那么是沿途是集齐了风树 白杨树 落叶松和画树 足以填满所有秋叶的色彩 喜欢徒步的小伙伴们可以尝试比较容易走的 Fish Hawk Great Trail 或者是难度较高的Sortus Lake Trail 还有这个Bench Lake Trail 来近距离的欣赏秋季的美景 亚洲的小伙伴嘛 也很幸福 由于这个High Sierra地区的这个海拔落差比较大 加上呢地形复杂 这里的赏秋时间相对比较久 可以从10月初一直到11月初 秋季这里或金黄或橘红的杨树与壮丽的山景 还有湖景市交香辉映 加上加州的名产 晴朗的天空和充沛的阳光 映出了亮灿灿又金散散的活泼的秋色 沿着395号公路 从这个Bishop深入到孟马湖 再到优胜美帝的东边 基本上呢 所有的绝美秋色都能够尽收眼底 不过呢 由于疫情还有野火的原因呢 去优胜美帝之前 要提前的来查询资讯 长秋季节也可能随着气候变化而会有所波动 想要了解更准确观赏世界的小伙伴 可以通过California for Color的网站 来提前进行了解 坐落于Cuyamaca山脉的前淘金小镇 Julian在Satielgo东北方向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左右 这是南加州一个比较小众的上秋地点 在这里的湖畔漫步 登上这个Volcan Mountain 或者是挑战Three Sister Force徒步小镜 都可以体验到南加州超美的秋叶 最佳的观赏地点呢就是苹果园内 你可以一边感受秋日的慵懒惬意 一边吃着香甜干脆的苹果 顺便呢品尝地道的果酒 全身心的放松在醉人的秋色里 这里的最佳观赏季节呢 是10月底到11月初 华盛顿州的Chickana Drive 位于西雅图以北 那么紧靠贝林厄姆以南的海岸线 那么因为沿途广阔的景色 和明亮的秋叶而知名 这条大道呢 沿着11号公路 从Burlington湾沿到Burlingham 那么环绕了这个Chickana的Mountain 可以看到了海湾和这个圣湖湾群岛的壮丽全景 10月的时候呢 路边的枫树和凯木的树叶变色 沿着这个Chickana Drive 可以去到这个Laraby State Park来游玩 爱吃生蚝和海鲜的小伙伴们 千万不要错过途中 著名的Taylor Shellfish Farms 那么秋景是来得快也去得及 而且呢每年的观赏时间呢 都会有略微的差别 其实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关注各地的Fall Foliage Report 进行跟踪 那么具体的操作方法呢 可以直接在这个谷歌里 用地名加上Fall Foliage Report来搜索 或者是其他的红叶的预测网站 比如说Smokey Mountain等等 来了解叶子的变色程度 年中的干旱 往往会让叶子变黄的延迟数周 那么高海拔地区的叶子呢 通常比低海拔地区的叶子变色会早一点 但是由于遮挡较少 也很容易被风吹落 那么最佳的赏球方式 就是提前来查询Fall Foliage Report 在叶子已经变到60%到75%的样子 就可以准备你的踏球之旅了 如果是等到树叶完全变红 那很有可能一场大风过后 就什么都没有了 以上就是为您介绍的 北美深度赏球的攻略 想要寻找美国最美的秋景 可以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 《落成焦点》频道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赏观期间